同樣也是今天的社會焦點 雲林警方的破獲一個詐騙集團 他們主打是美女集團 善中美女核觀的方式 線上博弈遊戲 吸引大家要加入 那麼初期先讓受騙的民眾 獲取小筆的紅利 騙取信任 然後呢 向被害人謊稱 我有破解遊戲數據的秘技 如果你按照相關指示 操作保證你可以獲利 但其實這都是話術 非常多民眾受騙 而且受騙金額破千萬 大批警力包圍這台轎車 要駕駛下車 彭槍 她來了 她來了 遠景直接從後座跳上車 想要壓制駕駛 駕駛 駕駛駛駛駛駛 駕駛駛駛駛都被拔走 根本無處可逃 只能乖乖就逮 厘頭警方也到詐騙集團的基地 桌上白滿的電腦 還在進行博弈遊戲 雲林警方破獲詐騙集團 他們主打美女核觀 獻上博弈遊戲 吸引民眾加入 初期先讓受騙民眾獲取小筆紅利 騙取信任後 再向被害人謊稱 我有破解遊戲數據之密技 若以指示操作 保證獲利 導致多位民眾受騙 受騙金額高達數千萬 該集團還規定 沒達到業績不能下班 警方發現該集團也利用 因疫情收入受影響民眾 以提供單筆帳戶 就能獲得兩到三萬報酬的話數 騙取人頭帳戶大賺黑心錢 警方追查數月一舉惑惑 記者綜合報導